眼白发红怎么引起的? 低龙眼科副主任医师 眼白发红是我们生活中最常最常看到的一个现象 眼白发红有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眼睛发炎了 我们的白眼人表面有一个叫结膜的组织 它的血管扩张以后 我们就可以表现为眼睛的发红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有一些老年人有高血压、有糖尿病 或者是这个患者揉眼睛以后 造成我们眼睛表面毛细血管的一个破裂 它也会表现为眼睛发红 这种是结膜下出血 到底是冲血还是出血? 因为这两种疾病我们的治疗原则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冲血我们就要进行抗炎的治疗 如果是出血我们就要筛查 这个患者是否有高血压、是否有糖尿病 所以眼睛发红 这两种情况我们及时要进行一个相应的诊治 专家提示 一、眼睛发炎 斜膜组织血管扩张 二、有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揉眼睛造成表面血管 毛细血管破裂 三、斜膜下冲血要进行抗炎治疗 四、斜膜下出血 和筛查患者是否有高血压、糖尿病